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gomax 每日财经快讯 gomax 以战士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逐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0月10号 星期四 那么我是jacky 昨天呢 晚上的时候啊 黄金价格是大幅上涨 今天早晨呢 刚刚开盘啊 这个9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黄金又是从1505美金直接是上涨到了1512美金 上涨7美金 主要的原因呢 我认为还是受到了中东不稳定的局势 那么中东地区呢 可能又要继续开战了 叙利亚武装以及这个土耳其武装方面的交方 再加上美国呢 从叙利亚地方开始撤军 导致中东的局势更加的不明朗 那么布伦特原油呢 也是有轻微的一点 反应目前报价是58美金 比特币价格呢 也是上涨了3% 目前报价8600美金 中国商政50呢 在开这个中国建军大业之后呢 一直是连续上涨了3天 目前报价是13745点 大家热情高涨 澳洲外盘指数呢 报价是6583点 目前股票走势还是正常啊 和处在合理的一个区间预期之内 澳元对美金呢 却是下探至0.6725 目前主要是受到了来自于美元方面的压制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董明珠的一个采访 那么当时大家这个主持人案采访董明珠说啊 你能从雷军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都知道雷军是小米的老大 也是小米 一手把小米从小到大这个扶植起来了 目前呢 小米在香港上市 董明珠说呢 我学习他主要是 他从股价把股价从17块钱搞到了8块钱 这个呢 就是互联网加我需要学习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GOMASY看来 互联网加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 他有利有弊 那么最后回归到企业的一个本质 都是要盈利的 不管是互联网企业也好 或者是传统企业 最后如果这家企业不能盈利啊 长时间不能盈利 那么就是处于太不厚道的一个行为 我们认为这个做股票交易 年轻的互联网行业和年轻人是一样的性质 那么大家都很年轻 年轻人呢 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姑娘会等你啊 比方说等你一年没问题 等你两年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拖着这个姑娘三年五年 还没有结果 那么姑娘的年纪大了 就要你一定要拿出一个结果 结婚啊 结婚结是还是不结 那么对于企业互联网企业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拖投资人一年两年没问题啊 你的财报不是很好看 但是你说你是拿财报去换这个市场份额 那么好了 如果你每年都在烧钱 烧了三年五年 还是拿不出任何的业绩 像蔚来汽车啊 每年亏一百个亿 怎么让投资者继续信任你 所以呢 蔚来汽车的股价在美国继续下跌 目前已经跌到两美金以下了 一块七左右 这样的一个幅度呢 基本上已经跌掉了 百分之八十五的市值 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呢 叫做巨美优品 也是在美国上市的 三十 啊 咱们三十多岁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 当年的上市也是风风火火 上市的时间呢 比京东啊 刘强东还要早 那么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面 也是败光了一百二十亿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业 都属于互联网家的性质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将互联网 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优势 反而呢 拖累了企业的成长 给投资人造成了极大的一个损失 互联网呢 其实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作为它啊 是一个传播的媒介 那么传播成本是极其低的 最终呢 我们啊 作为一家管理企业的 这个高层啊 或者是作为投资者 我们要看到的是不管什么行业 那么想要赚钱 一定要有人 一定要有这个流量 互联网呢 只不过是 我们获取流量低成本的一个手段而已 那么他呢 如果是所有的公司啊 全公司之力 这个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上面 那么最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那么导致大家最后都不赚钱 所以呢 本质上来讲 它和传统的经济是一样的 最终呢 都会有一个上限 那么一旦是冲破了这个上限 但是竞争反而是在不停的加剧 那么对所有的这个行业里面的各家企业 都是非常不利的 还是回到我们说 这个摩尔本地区的奶茶店 从17年呢 我到时候观察了 只有几家店 那么到18年呢 有十几家店 到了2019年三月份之后 可能平均每个月都要开几家店 我住在CTA最近 那么我家对面的就有三家奶茶店 一条街 三家奶茶店 还不是最核心的CBD 在Swanstein Street上 我们看到走几步就是一家 大概呢 有三四十家奶茶店 这样的话 整个摩尔本下来 不小于一百家 我们再算一下 在摩尔本整个华人圈呢 可能只有十几万人 我们算它每天有五万人去喝奶茶 每天都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能算出来 一家奶茶店每天如果是 卖出去一百倍能够最终达到盈亏平衡 如果是这个数量 奶茶店的数量超过一百家 那么每家能够获客的这个数量 就会大大减 降低 所以呢 我认为从明年开始 过完这个夏天 可能就会出现倒闭潮 那么现在好了 摩尔本有两家非常知名的外卖公司 也是互联网 一家是摩尔本送餐 还有熊猫送餐都非常的火 那么这样的话就救了 拯救了半个奶茶行业 使很多的宅男市场被激发出来了 又创造了接近50%到一倍的需求 因此能够支撑额外的 几十家奶茶店的一个 目前的繁荣状态 所以互联网整个来讲 它会刺激潜在的消费力激发出来 但是呢 不管它激发了多少 但是最终的总量始终是有一个上限的 所以呢 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就代表着互联网家注入到的这个行业 释放了这个行业潜在的一个消费力 但是呢 我们最终能够评估出来了 就是它释放之后的整个市场份额 到底有多大 因此倒退出来算 计算它的股价和它的竞争对手 能够承受多大的竞争压力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回到中中地区 目前呢 很多人问有什么好的投资产品 那么我在上周和这周都推荐了这个石油方面 石油价格呢 在长期看的话 它目前处于一个偏低的位置 也是在今年的一个低位 大概只有50多美金 而今年的高价呢 可能是 已经达到七八十美金 一旦中东发生不确定的威胁 或者是又开战了 基本上对油价上冲的动力会非常的足 那么目前呢 也看到了今天的新闻 土耳其地区频频爆发这个战争 那么潜在的战争威胁呢 会对中东地区始终是有一定的威胁 包括石油管道也好 包括沙特和美国的联盟也好 那么目前局势依旧非常的不明了 做金融呢 一方面是做确定性的事情 一方面呢 在不确定性中 我们能够赚钱的就是波动性 波动性我们可以有几个指数 一个是波动率 那么波动率往往对应的就是 澳元对日元的走势 以及黄金价格的走势 所以呢 今天早上开盘 黄金直接是跳涨啊 一路上涨五分钟内涨了六美金 这样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可惜的 所以呢 我们认为在未来呢 依旧是两大板块 黄金也好 石油也好 始终是在国际冲突 降低啊 这个矛盾不降低的前景下 依旧是有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澳元的走势 澳联储呢迟迟降息之后 澳元上涨的动力 其实呢 是极大的被削弱了 再加上目前澳洲的经济 始终是复苏起来比较困难 另外呢 澳元下跌的这个幅度 也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知道07年08年 当时呢 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是0.66 那么它作为一个非常强势的阻力支撑 那么会给我们的澳币 在未来的两个月的走势 带来一个区间整理带 那么上方呢 就是0.68 0.69 下方就是0.66 因此呢 最近相对比较好做的区间交易 那么就属于澳元兑美元了 我们大家觉得肯定是0.5以下 就是说一澳币换五毛钱美金 这个目前不太可能发生 因此呢 向下的空间就是机器有限的 那么美国方面呢 也是开始继续购买 这个一些债券类市场 购买美债 但是呢 整体上来讲 量化宽松的这个预期是在减弱的 所以呢 全球经济的复苏的 还是比较偏厚的 缓慢的 因此呢 大家要做好这种长期战斗的准备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是想要参加我们墨尔本和悉尼 在本周末的活动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点击报名链接 并且观看具体的参加的讲座时间和地点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